我們社會局家房中心是在昨天晚上11點的時候 接獲警方的通報 因為這個孩子在昨天下午6點的時候 就送到醫院去 然後經過醫院的診斷之後 因為他昏迷還有四肢跟腹部都有多處的傷勢 所以沒有辦法判斷他的整個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先通報以重大而虐 然後再進行偵查 所以警察跟檢方都已經進行了詢問 那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已經通知了他的媽媽還有同居人 到派出所來做筆錄 那我們社工也全程的陪同 那現在目前女嬰的狀況 因為腦壓還非常高 還是處於昏迷 所以現在醫院會再進行第二次的開刀 我們也希望女嬰能夠挺過來 希望大家給她急氣 然後希望能夠早日的人能夠來復原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也在陪同這個媽媽 還有這個同居人他們接受調查 所有的傷勢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誰是照顧過她 什麼時候發生 為什麼會有這麼重大的情勢 也希望透過警方跟檢察官 能夠釐清這個的一個真相 這個女嬰過去都沒有通報的資料 那她是在半年前的時候 由媽媽從外縣市帶回來高雄 在高雄居住 那還跟同居人一起住 那平常的時候是由她的其他家屬在照顧 那所以現在目前誰是嫌疑人還不清楚 必須在多萬時間有照顧過這個女嬰的 都要再透過檢警的部分在做釐清 那現在目前我們還是先針對孩子的部分 希望她能夠度過這個手術 能夠慢慢的恢復